你好,我是莉安 今天来做一个慢炖的鸡大腿 先把这些鸡大腿洗干净 我们准备四个鸡大腿 然后把旁边的多余的脂肪和皮都去干净来 我今天要做的风味是蜜汁倒烧酱的味道 把整理好了的鸡大腿放进slow cooker里面去 3粒大蒜切碎 3粒大蒜切碎 加入二分之一大杯的灶烧酱 二分之一杯的西红四酱 三分之一杯的蜂蜜 把全部的材料拌匀来 大概需要两到三分钟 把全部的材料拌匀来 大概需要两到三分钟 然后把拌好的这些材料一起加到slow cooker里面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在上面加一点香料 因为我家种了bazel 所以我把bazel叶子放进去 如果你不喜欢bazel的话 你可以加些葱在里面 增加一点香味 选择slow cook 然后定时6个小时 这个就是煮好了的鸡大腿 特别的烂 很好吃 锅里面还有一些汤汁 这道菜比较简单 准备我只用了15分钟 住的烂 霜 炖 绿 炖 是 李总 用 李总 请 请 感谢观看